2013年,埃隆·马斯克第一个在科技界提出了超级高铁的概念 这位科技亿万富翁在一份白皮书中展示了他的绿色能源远程高速旅行里面 即通过空气动力学将高速列车的速度提高到每小时1000公里 从而实现超音速旅行 马斯克通过开放式的创新方式向全世界的科技公司发出邀请 与他共同实现这个梦想 2020年,新创公司维珍超级环隧道通过真空管道成功发射了两名乘客 这也是超级环隧道中的概念高铁首次运载乘客 首行的成功让所有人都梦想着人类可以在未来十年内成功实现超音速旅行 但仅仅两年后,该公司就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项目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不过,与此同时,曾经在SpaceX基地举办的超级环隧道舱速度大赛中夺冠的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学生们 在德国已经建成了第一条真正的超级环隧道和概念车厢 这条TOM超级环隧道多多少少为这场交通革命的梦想还留下了一丝希望 2020年开始,慕尼黑工业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真空管道配合磁悬浮动力的系统测试 在大幅减少了摩擦力的同时 还成功把车厢的电磁动力系统从车身移植到了地面的轨道上 实验证明,这种方式完全可以吸引并带动车舱内的永磁体 实现列车在真空条件下的悬浮移动 此外,实验车厢的运载能力也与普通高铁和磁悬浮列车相同 加之德国巴伐利亚州提供的资金支持 慕尼黑工业大学有望在三年内实现欧洲的首次载人超级环隧道实验 但是,要从零加速到每小时一千公里 超级环隧道就需要一条又长又平又直的轨道 但这个概念在人口稠密的德国是很难实现的 首先,一公里的超级环隧道成本是普通高铁建设费用的至少两倍以上 其次,为了避开欧洲的人口密集区域 修建一条地下隧道成为了唯一的选项 但这又会进一步升高价格成本 虽然超级环隧道高铁已经在实验室阶段被证明是可以实现和安全的 但在建造和经济合理性方面与传统交通工具对比却完全处于劣势 作为一名科技先驱者,但同时也是一名商人 埃隆马斯克事实上早已经预料到这种结果 他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已经不再提起自己的超级高铁项目 而只是在拉斯维加斯建造了一个所谓的环路隧道 作为特斯拉汽车营销宣传片的拍摄场地 在拉斯维加斯建造表面也是一名正乎的 在拉斯维加斯建造阅的提案中尚传片 几乎的防御 在拉斯维加斯在建造院 我们在插入取一段时间 在拉斯维加斯建造台